我都不知道他 为什么那么多大道理 你见过他父亲吗 见过 16年年初嘛 开学 那会儿我在上学 然后那会儿 正好我们刚和好 然后我 16年年初可有日子 这是18年 16年 对 那会儿是16年的时候 然后年初 然后他就问我到学校没 他说赶赶紧的 我说啥事啊 然后他说你赶紧过来 十几之前到学校 我一听啊 我早上我八点都下火着 我马上打南哥出租去 马上跑学 我说啥事啊 然后他领我到校门口 我一看 他爸跟他妈处那里 当时我心里我就蒙了 这也没提醒告诉我 然后事后他跟我说 他爸妈想看看我 看了吗 看了 吃饭了吗一起 然后没有在一块儿吃饭 那你爸妈特不满意他吧 我爸妈不反对 我在大学谈恋爱 觉得有男朋友 也挺正常的 但就是他太远了 我爸妈不放心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是怎么回事呢 他家里头 包括他妈妈呀 他哥哥 嫂嫂和他姥姥 都不反对我们在一起 就是主要是他爸 而且我俩还是 瞒着他爸在一起的 那今天这节目一播 他爸不就全都知道了吗 没事 他爸平时不看电视的 这个功课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在这个小片里 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呢 我觉得会是我们以后走下去的一个主要吧 是一个必须要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想过以后要走下去吗 想过 咋走啊 这边我自己的工作刚升职嘛 我对以后 都升职了 对 刚升职了 厉害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工作肯定也不会差 再加上我自己又特别努力 等工作过几年之后 我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嘛 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 到时候 我再跟家里凑凑点钱啊 什么的 先付到首付 然后也写上他名字嘛 然后就是能够也给他一些安全感嘛 明白 你们觉得你们俩这个 现在的关系是合在一起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是很大问题 厨师风格也有很大问题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 所以这么一段关系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奔券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 思维模式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 一种叫感性思维模式 一种叫乙性思维模式 女方会觉得 你能够让我开心 你抚慰了我的情绪 你不让我生气 就是你对我好 对吗 男生整天想的是 我什么时候把你接过来 我存了多少钱 将来结婚的基金 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进入了一条预设的轨道 所以你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愿意为对方改变多少 我愿意站在他那种理性思维 去想多少 我愿意去抚慰他的情绪多少 我愿意用他的感性思维 去想多少 如果你们都不愿意 去为对方做改变 那么你们的不合适 会越来越增加 爱会越来越少 最终是无法去容忍对方 所以合不合适这件事情 是你们最后终极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愿意容忍多少 我愿意改变多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觉得这男生说了这么多 特像我上大学说我爸对我那样 我爸每天早上打电话说 你起床了吗 你怎么还睡觉 你不想往我跑步去 你知道就这种心理 然后这种心理就会让我有一种逆反 就你越让我起床去跑步 我越不想去跑步 就是你是一种说教型的男友 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来说 我不需要懂那么多的道理 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我也知道早起按时吃饭对身体好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是想睡懒觉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引导我 但是不要教导我该怎么做 你是男朋友 你不是爸爸 我没有义务必须要听你的安排 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 是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现在你给他的一种感受就是 好像所有的事情 你都是正确的 你是那个风向标 我必须要向你看齐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如你的 这样的话就在感情上 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心态 我好像感觉我永远低迷一头 你永远那么高高在上 所以就那句话嘛 就是你懂得真多 你说的都对 凭什么呀 这就是女孩子的心态 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 说了一套一套理论 可是我真正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记住 我今天去干了什么 能够及时给我打一个电话 及时给我问候 这是她要的 明白了吗 那对女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一直在强调说 她没有时刻地关心我 她没有时刻地 给我那么多的关怀 可是我想问的是 你有时刻给她关怀 和时刻给她关心吗 你知道你坐了一夜的火车 她陪你视频熬夜 然后第二天还有工作 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所以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有用这种相互理解的心态 去理解了对方 你就能知道对方为你付出了多少 学会更多的容忍 更多的包容 其实是让自己过得 更舒服的一种心态 明白了吗